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米路阵线 那么现在呢 台海的局势 牵动的世界 美国在这次台海危机当中 它实际上是像真空一样的 没有它什么戏份 没有它什么戏码 也就是说 美国一天当晚讲的 不要改变现状 那么它老是在怂恿台湾改变现状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北京就是在台湾游泳和这种图谋不轨的行为之下 改变了现状 那么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现在等于说台湾的海上内政权 和这个叫做空中的航线的管控权 全部被剥夺了 W503 包括这一次外面的这些离岛 离中国 也就是台湾附近部分的这两个岛 它的这些自权 全部给它没收掉 对吧 中国老百姓也是高度的愤怒的 对不对 不能说两岸一家亲这样的倒霉事 恶果 让我们来承担 对不对 我们去替你们的失败的政策去背书 那是不可能的 不限制的 所以现在必须要改变这个政策 现在就是要支持在体制内的 党内的这些强硬派 解决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这次事件就像我用这个足球赛来说的 就像比赛踢到第82分钟了 0比0 对吧 然后这个台湾方面 现在妈的来这个恶意犯规了 来这个吃了招红牌 现在罚下去了 接下来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狂轰滥炸 到底是红卡 以前我们玩球都说的 红卡有好几种情况 要么一张红卡 你去压进攻猛的组队 对吧 他可能一个球都不进 甚至有的更加恶心 最垃圾的情况 能让人气吐血的情况是什么 11个人踢10个人 最终 庄家全都是开的这个球盘 开的这个水位 全都是指向这个组队进球的 然后客队他们就来偷了一个 这个是最垃圾的一个局面 那么如果他吃了红卡 那么就要有这个进球 要有这个进球 他没有给红点套餐 他给的只是一个红卡 他不是在禁区内 他不是在禁区内犯规的 但现在我们就让他在禁区内 再犯规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什么 就要全面的对台湾 这个发动各种方面的总体战 但是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 让他偷了一个球了 让他偷了一个球 限政权就铁金是要出事情的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变成 这个杨广当年的这个局面了 你他妈的去打高沟黎 你一直没打下来 那是就失去民心了 老百姓之所以被你洋广 争去金航大运河 修长城 搞这些大工程 那些大工程 是因为觉得你是个军政强人 是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 几百年以来 你是看到去是个强烈领导人 因为你在说你要打这个高沟黎 打这些蛮夷 对吧 大家才支持你的 足迹民族才支持你洋广的 最后你要打高沟黎 没打下来自己撤了 马屁的 那你这个屌 那老百姓肯定要慌了 我操是不是这个蛮夷又要过来了 这些互联是不是又要过来统治了 又要来搞我们了 那就 大家就不支持你了 那就 那改而支持谁 支持李渊了 支持这个李世民了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中国历史 对吧 现领导人喜欢到历史里面去追寻答案的 所以这个历史一定要明白 台湾这个地方不可能玩假一起的 不可能一天当晚 就是这 现在老百姓 大家说句实在话 对吧 我现在在温州这个地方 人家这个 我温州这个朋友都说了 现在生意也不是很好做 现在温州人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对吧 那现在大家也都在关心这个政治嘛 对不对 希望这个腾文就赶紧解决了 对吧 可能还有伤机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大家都在等着这一刻 所以这个不能玩任何的假议题 玩任何的假议题 那就会出事 你打出去 倒无所谓 打赢打输倒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敢不敢上 那是两码事 所以说 这个就是民意 真实的民意 那么现在呢 这个 美国总统拜登 现在已经是处于 这个暴跳炉脸的这个阶段了 为什么 其实现在呢 中共其实也会越来越像俄罗斯一样的 现在俄罗斯是什么情况啊 我觉得相当的牛逼的 一个呢 就是看到这个 台海这边的局势 人家要把这个法国战机给他打掉 就已经 这种警告不是说吓唬你的警告 这处罗斯他真的要这么干的 你们不是很牛逼吗 因为人家俄罗斯现在 把乌东的重镇全部都拿下来了 现在等于说是要守住这个既有成果 这个顿巴斯地区已经完全解放了 已经97%了 还3%收收尾了 接下来就是给你北约干 白俄罗斯总统卢克森克也说了 这两天北京他妈成这个大兵在这个俄白边境 好像要闹事 那这个普京他们 普京他自己亲自去驾驶这个轰炸机 这个也是蛮牛逼的 虽然说怎么讲 跟毛子嘛 我们就是说 也不是说什么这个俄粉 也不是说他们认他们做什么俄爹的 我们也不是这种 我们是在做中国的立场 就是合作的立场 对吧 但是他这样子的这种姿态展现出来 那西方肯定都要害怕的 对不对 那你法国现在确实也不敢再去黑海下去边飞了 人家俄罗斯很明确的 我管你他妈在不在我十二海里领空离海 你在黑海这里来逼去来装什么逼 我可能就要干你了 你他妈再来叽叽歪歪的 我直接就打你了 我管你再不再 在什么国际禁费区 你们西方的这些制裁 包括对以色列的支持 本身就不符合国际法的 你们不符合国际法 你要求我来受到国际法 你扯什么链弹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塑 你西方领导世界已经 就是已经过时了 那么普京又开了这个图136M 这个高超音速轰炸器 上面可以带核武器的 也是在这里炫耀 也是给这个拜登 给西方一个最好的回应 到时候我开了他妈这个飞机来 把你巴黎给炸掉 那么拜登现在呢 属于是暴怒阶段 为什么 比如说你像 这个俄罗斯这种 俄乌战争的这种叛徒 对吧 驾驶这个米巴的直升机的 这个家伙 躲在西班牙 想在西班牙 安达卢西亚那边 享受阳光美女 不好意思 俄罗斯特工 就过去把他给杀掉了 这一点就代表说 就算这个俄罗斯 跟西方关系很糟糕 但是西方整个社会 还是有大量的俄罗斯的 这个特务 特工人员 在那边活动的 所以说要当心一点 你这些叛徒躲在那些地方 就干掉你 其实这个 老板也说 就像中共一样的 中共真的要把你海外这些 家伙给你干掉 灭你口 要让你他妈闭嘴 很简单的 只是说不想这么去做 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你别说什么中共 在海外有什么警务战 不警务战了 警务战不警务战的 那个东西都是明的 暗地里 有大量的 这些谍报人员 在西方活动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躲在西方就很安全 把你们给干掉 灭你们的口 轻而易举的 就像你这些 台湾当局的这些 一样的 你们躲到美国去 没有的 我告诉你们 躲到日本 没有的 想他们干死你们 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你们这些家属 你们在这里 老逼家属吃饱 到时候把你们家属 全都干死 对不对 什么叫霍布基加人 去里马里比的 对你们没有什么 霍布基加人 那么还有就是 纳瓦尔尼 现在纳瓦尔尼 被传出来 他是被这个 克格勃一拳 打在心脏上面 就打死心脏咒 就是这种克格勃 经过专业训练的 这种军人 大家要找 一个国家的谍报人员 全都是 全都是这个军人 或者是军人 转业进去 才能干这种职务 本身就是在这种 涉密单位的 这种一拳 打在心脏上 把那个活活给打死 所以你看到没有 对待这个反对派 也不给你西方 任何的面子 拜登批普京 是疯子加混蛋 普京这样 毁骂拜登 俄罗斯 克林姆林宫 周世指 美国总统 拜登称 俄罗斯总统 普京是疯狂 加混蛋 实际上 是贬低了美国 并将美国总统的言论 视为失败的 好莱坞牛仔行为 路上今天报道 克林姆林宫 称拜登 称普京 为疯狂的混蛋 贬低了美国 美国总统 拜登在谈到 对世界的威胁时 发表了疯狂的 SOB言论 其中包括 普京和他妈的 核充足的奉献 以及气候变化 对人类的生存威胁 克林姆林宫 发言人 佩斯科夫对罗斯 表示 美国总统 对另一个国家 原始使用这种言语 不太可能损毁 我们总统 普京毫发 而在贬低了 使用此类语言的人 佩斯科夫表示 这句话可能是 为了让自己 看起来像 好莱坞牛仔 但老实说 我认为这不可能得逞 就佩斯科夫说 普京曾经用过 粗俗的词语 来称呼过你拜登吗 这种事 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此我认为 这种词会 贬低了美国本身 他还说 这种说法是 美国的耻辱 那么大家 想想想看 对吧 你美国拜登 你现在不就是 无能狂怒吗 你在这里骂别人 对吧 你去骂普京 而且还骂习近平 是独裁者 你骂人 开口骂人 就代表你 他妈的就没卵本事 你有本事 就不会去骂人 就像台海霸子一样的 天天骂中国大陆人 那你自己 是什么东西 天天觉得自己高档 大家说说看 我们平心而论 两个男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把漏棒 在马路边上 把漏棒掏出来 塞到另一个的 屁眼里面去 屁眼是干嘛的 屁眼是我们 排泄 大便用的 那个里面 又臭又脏 沙门式军 大肠杆军 还有一些这种 幽门罗杆军 还有这种 金黄色葡萄球菌 这些东西 都是他妈的 就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可能有的时候 扣了下品 或者说你摸了下鸡宝 或者你摸了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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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帝 或者说 就是女性圣氏器 你再去摸这个眼睛 你这里是有的时候 会不会得那种 我们讲那个睁眼 或者说 像那个麦里总一样的 那种东西 但是这个 上会有关系 还有一个 你手上不干净 你去摸 就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 那个 那个橄榄 所以你要图那种 小的那个眼睛 那个金霉素 要图那个东西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 不要去摸那些地方 再去揉这种眼睛 还是这种地方的 就是容易橄榄这个东西 那你想想看 那个 那个里面那么脏 那么脏 在大马路上 你现在想想 你现在看 窗户打开 看一下你们家楼下的大马路 因为那家的大马路 有两个人 两个男人 这样子 光天化之下 一个倒一个的屁眼 那个东西那么脏 对吧 从里面倒 搅了以后 再拔出来 被搅的那个蹲下来 去这样吃掉 去吃掉上面的 这一种 屎叶 就这样吃掉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不卫生 是不是很不文明 这就是动态能干的事情 在大马路上 就干涉这种事 还有他们那个 骄傲游行的时候 光亮的屁股蛋 那个鸡巴盪着 这个一点点 像一个小螺蛳卵 盪着那个地方 在大马路上这样 光天化之下 这样走来走去 你觉得这TM是脑子正常 还是TM的不正常 对吧 那他说 他这个叫做高档 他说他这个 与世界接轨了 那你觉得 这是种什么行为 这个叫与世界接轨吗 对吧 你吃他妈那个逼 吃他妈鸡巴上挂的 这个他妈屎疙瘩 你他妈逼这个叫 这样一吃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那个画面 你他妈逼是不是 把你从 吃到现在饭 他妈隔夜饭 都要出出来了 是不是 这就是他们干的事 然后他们说 他们是 与国际接轨的 中国大陆人是出手的 那说一说的话 你也只会骂骂人 对吧 你天骂骂的人 伤到我们好发吧 没有啊 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 美国就代表说 对俄罗斯 诉说无策 对中国也诉说无策 因为 对俄罗斯拜登 他只有骂 对习近平他也只有骂 那 那这是你 你美国在台海的 这个戏码 你有多少 谁他妈屎 屌你 你美国国务院 官方不说 谁他妈屌你 对吧 屌的不屌你 台湾当局 我估计 台湾当局 也已经不屌美国了 他要挺川普 你拜登 他已经不支持你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了 这个里面 就算美国在这里 没有什么戏码的 他有什么戏码 他有什么戏份 没有 什么也没有 就跟他妈空气一样 所以当他是个屁 你他妈算老几年 还在管这个地方时间 俄罗斯也是 俄罗斯都不骂你 因为俄罗斯现在是胜利者 你他妈是失败者 他当然不会用这种说 他当然不会竖几言 他妈在麻将台上 他妈书记也有 他妈钱也不给 他妈家麻将就一弄 拍到这种 打牌他妈的 特别差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妈的 他们这种 就是无能 无能狂怒 好吧 所以惊吓事件 我们不能放 统一的这个诅咒 我们是不能放的 不要跟他搞成一个 什么事件 过来吧 道歉了 夹在屁眼了 说软话 像个乌龟 他就是什么 可以像蒋中正一样的 当乌龟 没有狗言残喘 为了就是狗言残喘 他无所谓的 他被你怎么打 被你怎么羞辱 都可以的 没关系的 只要你不登陆 我下一步就差 这个什么 执法登陆了 可以先执法登陆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我下转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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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